人死后还留下了2000万报恩 这种宛如电影般的情节 在现实生活中上演了 有一名王姓台商 几年前因为公司经营不顺 朋友资助他2000万 让他度过了难关 后来这名王姓台商意外身亡了 家属才发现他生前 签下了2000万的平安险 受益人正是他的恩人 这远比留给姐姐的500万元还要多 家住新北市三床的王姓台商 常年在国外经营事业 一次在大陆寻场时 因为不小心被椅子半倒 正面撞地摔死 家属整理后事发现 台商为了报恩 将高达2000万的礼赔赠予友人 因为曾经穷困潦倒 既有友人轻易资助了2000多万 才让事业东山再起 王姓台商在每次出国时 都会签下保险 选择将2000万元保单收益人 舔血帮助过他的友人 500万元保险收益人 才是亲姐姐 是蛮重情重义的王大人 对啊 他是他们家的很好啊 他是把弟弟 签到他们公司上班的 林峻表示 王姓台商平时人就很好 听到死后报恩并不意外 而王姓台商的姐姐 除了表示和难过弟弟 刻死意向外 暂时也不愿再谈保险理赔官司 记者吴平 威友德 新北市报道